小宗侯 你怎么了 啊 我不好意思说 今天的故事叫 我想去厕所 凯莉 夸了一家 好 大家自己做一下数学题吧 啊 我这突然好疼呀 啊 想去厕所怎么办 不好意思跟老师说呀 小宗侯 你怎么了 有事吗 没事了 什么事都没有 如果说去厕所 大家一定会笑话我的 小宗侯 你真的没事吗 你现在满头的冷汗呀 妈妈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好 休息时间到了 大家下课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我要去厕所 厕所 小宗侯 我也去 明明一下课就跑过来了 怎么队伍这么长 要等多长时间呀 还有 那个猫猫干嘛也跟来了 小宗侯 队伍好长呀 是吧 哦 怎么办 要是我上厕所的话 猫猫一定会知道我拉臭臭的 要是这样 肯定会嘲笑我的 妈妈 你去别的厕所怎么样 为什么呀 我也在这里等得好好的呢 不要 我就在这里等 哦 怎么办呀 羞死人了 实在是上不了厕所了 妈妈 我先回教室了 好 同学们现在把刚才没有做完的数学题拿出来做一下吧 哦 我的肚子 小宗侯 你今天怎么这么乖 每天吵得不行的你 今天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你是不是难受呀 没有啦 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嗯 好奇怪呀 好奇怪 真是的 小宗侯是不是真的哪里不舒服呢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大家都辛苦啦 再见 小宗侯肯定是有什么事 我跟他说说话 小宗侯 我们今天一起回家吧 哦 妈妈 我今天有急事 先走了 再见啦 哦 小宗侯 哦 怎么回事呀 嗯 上完洗手间 果然宠获新生 还是在家里上厕所最方便 好 好 今天大家来做一下发表 哦 我又来感觉了 哦 好想上厕所怎么办 老师 我能去一下洗手间吗 哦 独立 怎么直接跟老师说他要去厕所呀 哦 去吧 很好 好 请大家为勇敢地说出要去厕所的独立鼓掌 快去吧 好的 好的 我去 去上厕所 去上厕所 还鼓掌 就这样去的话 等回来一定会被大家嘲笑的 老师 我也想去厕所 哦 猫猫 你也去吧 为有勇气说去厕所的毛毛 鼓掌 好 快去吧 好 我快去快回 哦 连毛毛都敢直接说 太有勇气了吧 等回来一定会被大家嘲笑的 哎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回来以后 朋友们一定会狠狠地嘲笑他们的 去完厕所好熟悉呀 嘿嘿 好棒呀 哦 什么 根本没有人嘲笑嘛 就是 去厕所根本不是什么害羞的事情 我也要跟老师说 老师 我 我也想去厕所 嗯 好 为有勇气说出去厕所的小宗猴 鼓掌 快去吧 呵呵呵 果然 说出来真的不算什么事 嘿嘿嘿 老师 我快去快回 朋友们 今天毛毛的故事怎么样 那么下回毛毛再给大家讲更加好好的故事哦 再见